550万盲拍TTG大转 狼队翻番被官宣 双方文案两处细节以巨大争议 到底怎么回事呢 狼队翻番被TTG以550万盲拍的事 想必大家也都了解 后续屏子直播也做出了解释 表示翻番在狼队后悔挂开后 控制各战队不要拍的情况下 TTG在最后阶段明明忍住 而如今看来 TTG550万拍下 就在刚刚的公开训练赛中 TTG翻番首发对阵到狼队时 表现突出 发挥稳定 得到刺痛的医症 这边老虎子被群摸了 完了 老虎子被群摸了 暴君要不了了 张飞大招 保卫走 不是 阳发你这么强吗 换了个辅助怎么跟别的队似的 能不能追 有加速阳发过来 靠了个队 你小子阳发 差点给你保住了 闪现点死了 妖刀好凶啊 妖刀你怎么这么凶啊 关羽 亲亲 一个 一个冰冻 回一圈 回去了 都谁在谁啊 老队友见面 杨帆打得这么谁 妖刀也打得这么谁 真的是家暴啊 你的 网组TTG 瑟斗带飞啊 月上直接出来找节奏 装着高地有点难走 白血潮上来了 白血 白血潮上来走不掉的呀 伤害不够 没上碗 杨帆又跑了 我跟你说 呼啸被老不止勾到了那一刻 杨帆头都不带回的 其实上赛期的话 网组TTG的辅助是阿斗嘛 阿斗其实他是一个性格比较 不是很强硬的呀 一个 他不是一个很强硬的人 因为阿斗太可爱了 阿斗的话 会比较温柔一点 杨花的话 他就很齐 杨花就很齐眼 杨花就是跟你沟通着 你如果说不听 我就 他就会暴躁 知道吧 他就比较强硬 阿斗太可爱了 阿斗是比较温柔温柔的 杨花就不一样 杨花一米八大个 会比较 会比较 暴眼 这边的话 直接聊 并且帆帆在TTG队内的气氛 也非常好 一切就续职等训练赛 磨合到最佳 期待TTG夏季赛的成绩 可让人忘乱没想到的是 当看到TTG与狼队官宣 帆帆转会的文案后 竟有两处细节 引起巨大争议 按正常文案开头 都会写一句 经过与选手本人充分沟通交流 以及双方俱乐部友好协商 再继续下文 可狼队三番这一条就没有后续 导致粉丝们纷纷解读 引起巨大争议 表示双方俱乐部压根就没有协商 实陆了被TTG偷打的事实 而反观TTG的官宣文案也只有一句 经充分沟通和友好协商 且尊重本人意愿的前提下 说明TTG当时也只跟三番个人沟通了 也就是说 两人的沟通 狼队并不知情 所以TTG属于真盲拍 同时得到冠军辅助的三番后 引起T粉一片呼声 可以说 双方评论区完全背道而驰